我太高兴了 一起怀孕了 所以啊 天威 这件事情啊 你得快马加鞭的进行 我要你帮我做的事情是 找到他们母子 我要让那个孩子认祖归宗 田慈君 你还是心太软 只该下点猛药的时候了 你想要和我玩的话 就要输得起 娘 对不起 都是我没用 您认识这画中的人吗 谁给你的这幅画 是我公公赵如海 二十多年以来 他一直将这幅画 珍藏在自己的身边 你 我公公叫赵如海 李伯母 您认识我公公对吗 不 我不认识 看您的样子 您应该认识对吗 我公公 我公公跟我说 当年 他认识一名女子 他跟这个女子的感情非常的好 后来 他们有一个孩子 可是那一次 这个女子却不告而别 这件事情 在我公公心里面 一直深深藏了二十几年 他一直都耿耿于怀 这一次 他还大病了一场 你刚才说 他大病了一场 嗯 他还好吗 李伯母 恕我冒昧地问您一句 您 就是那位女子吧 不错 是我 可是 你怎么会知道 这画中的人物就是我呢 当年这幅画 还没有机会完成 画中人物的容貌 模糊不清了 其实 我也不敢确定 我只是猜测而已 因为 我曾经去过天赐住的地方 他给我看过两样东西 他告诉我说 那两样东西 是他娘最珍贵的东西 一样 就是一件 跟这画中女子 所穿的衣服 很相似的一件衣服 还有一样 就是一把琵琶 这件事情 让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今天 我才敢这么冒昧地拜访你 没想到 让我猜中了 原来如此 天意 天意 真是天意啊 伯母 这么说 天赐 就是公公的孩子是吗 最后 尤其 天赐 是我李巧梅的孩子 他和赵家 没有任何关系 我 不会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跟赵家没有任何关系 她孩子恨我 还是 她后来改家了 据我所知 李伯母没有改家 可是 还以甚至 李伯母说 他暂时不想见您 为什么 我很理解李伯母的想法 他是为了天赐想 毕竟这二十多年 天赐都没有在父亲身边过 一下子让他接受您 这恐怕很难 我明白 我也没敢奢望他们能够接受我 我能理解他的苦心 只不过 李奇 无论如何 尽快安排我跟他见面 我真的很想见见他 我了解爹 我会尽快安排的 我下去了爹 我还能够打我 我让你身为我 我还能够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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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选择我 你听娘的话 千万不要那么做 为什么不行呢 娘 难道我就必须屈辱地忍下 她对我所做的一切吗 娘 不管任何人在劝我 我都不可能放手 在对赵家复仇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告诉过我自己 对赵家的复仇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娘 就算您在阻止我 我还是要干下去的 娘 伯母 娘 娘 为什么会这样 老天爷 为什么会这样啊 女孩 儿子 出什么 女儿 女儿 妈 我都不会这么说 她是挺好的 不行 我得上他家看看去 来 听说老爷替少爷跟镇上最有名的王继钱庄的千金定了门亲事 等少爷一回来马上就完婚 看来赵家马上就要办喜事了 真的 是啊 那太好了 娘 进来 你还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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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 你就看在她对我们有恩的份上 放手吧 与其已经是人家的媳妇了 你又何必死心眼呢 何况你有莉莉呀 莉莉对你不错呀 何必为那一段不存在的感情 作茧自赋呢 要怪 只能怪你们俩无缘 天子 听娘一句圈 放手吧 娘 这件事我会好好考虑的 您就不要再操心了 我走了 吃完东西 您赶紧休息 我走了 嗯 这还不讲话吗 我哥就是看了他们家的天日路才死的 害人哪 我哥 月了 我哥 月了 让一让 让一让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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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吗 各位 各位请听我说 对啊 但是我要说一句话 千语录上市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过去买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敢保证 绝对不是千语录产品 本身出了问题 王八蛋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不愿意负责任喽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现在事情的来龙去脉 还没调查清楚 只要调查清楚 确实是千语录产品 出了问题 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 绝对不会投逼责任哪 别冒苦口的假慈悲了 你们这些生意人 那个不是为了赚钱 而不择手段 谁知道我哥哥 喝了你们的天鱼录之后 就一命呜呼了 天鱼录 我呀 天鱼录 我打死你 天鱼录 就是咱们有血了 天鱼录 你看他怎么办呢 陈小贵 快扶他进去 请带不过来 快 天鱼录 就是他们的天鱼录 把我哥哥打死的 请你们冷静地听我说 我们薛河侠装是百年老殿 我们一下子腾索无亲 诚信以对 跟我们做过买卖的人 都知道的 就是啊 更何况这次的事情 关乎人命 关乎我们茶中的声誉 我们绝对不会草率的 请你们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而且一定会负责到底 我们会给所有的顾客 一个满意 一个合理的交代的 不该负责啊 多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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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看怎么做的啊 谢谢 再坐 还要 dx 你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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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 你怎么走 你怎么走 我看今天生意也别做了 再这么下去 我也不知道茶庄 还能不能再经营 二少爷 你何必说这种丧气话呢 所谓传道桥头自然直嘛 我也希望是这样 我已经叫陈掌柜 把所有的天狱都收起来了 应该没人敢再买 对了 这一两天 你记得把喝出毛病的天狱露拿去检验一下 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知道了二少爷 虽然我的头皮被砸破了 可是我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很好天赐 这一次你干得很好 谢谢松原社长 社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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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社长 您接下来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よし 天刺君您很聪明 没错 接下来 我准备让衙门查封宣和茶庄的铺子 逮捕茶庄的负责人赵如海 如此一来 一定会重重打击赵家茶园的士气 使他们群龙无首 那个时候 可就是你出手的大好时机了 懂吗 是 天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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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们茶中的天狱卢喝死人了 天狱 你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一大早有人抬棺抗议 说是喝了我们的天狱卢丧命 怎么会这样呢 我真的不知道 最近茶庄发生了太多事 我多快无力招架了 怎么可能呢 天狱卢是你跟姓辉的心血 你们两个花金心色研制出来 怎么可能喝死人呢 会不会是那个人之前吃了什么东西中了毒 把责任推在茶庄身上 不管怎么样 对方确实是喝了我们的天狱卢才死人呢 就算最后查出原因 不管天狱卢的事情 你想 以后还有人敢再买我们家的天狱卢吗 而且要是查不出什么原因的话 桑家去告我们 爹现在虽然不管事了 但是名义上他还是茶庄的负责任 官府一定会把爹抓去问话 以爹现在的身体 他根本受不了这个折腾 爹现在应该不知道吧 这种事明天一定要见报呢 我已经吩咐老吴千万别把报纸送进来 我也告诉大家 一定要瞒住爹这件事 现在能瞒多久 算多久了 天狱 只要我们相信天狱路没有问题 我们就不用怕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一起面对问题 我们下一个时间 ig态 他们怎么进去 然后我们下一个地方 你不相信 都在哪里 很重的 我的忍不认定 让我找不到 回来 ce人 军长 你 我 为什么 天赐 你回来了 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我当然高兴了 因为不久我就要成为日本商社中国分社的社长夫人了 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你看 宣河天玉录制人死的报道篇幅那么大 客户都已经要求退货了 我看他们还怎么死撑下去 天赐 你真聪明 派人在天玉录里面加了老水药 他们还以为是制作出了问题 这件事一下子就抓住了赵家的脖子 以后什么时候让他们毕命就你一句话了 我真想现在就看看 他赵如海和赵天玉父子的嘴脸 天赐 jornal 天赐 去� 来 ns 你说 娘 娘 我说 生意场上的事 您老人家就不要插手了 你怎么能那么做呢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生意场上本来就是如此 要生存就要心狠手辣 就不能有妇人之人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啊 为了生存 为了赚钱 为了报复 就可以不择手段 就可以没有人性 娘 赵如海他曾经是帮咱们出国外公的那份钱 不过这份钱 我可以十倍 二十倍 甚至一百倍地还给他 你要是让我收手 我奔不到 那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因为你的私心 而牺牲的人呢 他见谁的了 凭什么白白赔上自己的性命 那只能算他倒霉 父母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冷酷无情 娘 您重情重义 你 为了帮赵家打我 我不怪你 你和那个沈玉琪都是一样 都帮着赵家父子 都反对我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一定会把这笔账 记在他们的头上 我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还 我要让他们尝尝 什么叫痛不欲生 我要让他们尝尝什么叫痛不欲生的滋味 你而言 天赐 不可以 你到官府自首吧 去官府自首 不可能的 天赐 当娘求求你 好好救生自己的过错 不要再造孽了 好吗 说来说去 你都是帮着赵如海 娘 我可是你亲生的儿子 但赵如海不过是个外人吧 不 不 难道在她的心目中 赵如海 比我这个儿子还重要 还在想那件事啊 天赐 你说伯母为什么那么关心赵如海 仅仅是因为他曾经出钱帮你买葬过你外公 那伯母不至于那么激动 甚至能和你母子反目成仇 也要救他 我就觉得这是很蹊跃 你说伯母会不会和赵如海 会不会他们之间不只是恩人那么简单 对 当我提起赵家的时候 尤其是赵如海 我娘都会显得极为关心 我说要向赵家复仇 我娘是十分地激动 这才打了我 我 从小到大 我娘对我疼爱有加 无论我做错什么 都很少骂我 更别说打我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伯母和赵如海 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娘从小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提过赵家 我根本不知道赵如海这号人物 天赐 你娘有没有提过你爹 我爹 你亲生的爹 没有 他没有提过 不过我娘 从小的时候好像跟我说过 但她总是含糊其词 随随便便把这个话就带过去了 我总觉得我爹对不起我娘 所以我没有提过这事 主要是怕我娘伤心 那就有可能了 有什么可能 也许 赵如海 是你的亲爹 不可能 你不要胡乱猜测了 你不要胡乱猜测了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娘对赵如海的态度 很难让人不往这方面去想啊 不会的 赵如海他不会是我的亲爹 我记得你对我说过 你娘很年轻的时候就带发修行 你娘是怎么认识你爹的 你爹是谁 他又在哪儿呢 你娘再恨你爹 他毕竟是你爹呀 这么多年来 不可能一个字也没有 一句话也不提吧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 他们俩的关系不可告人 一旦公主于事 就会引来轩然大波 不得已之下 你娘才会告诉所有人 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么多年来 老实说我娘真的没有提到过 其他的男人 只有赵如海 那就对了 你娘和赵如海的关系 非比寻常 不然 伯母就不会那么紧张 不会那么害怕 你伤害他的利益 赵如海 这只是我们的猜测 也许 我们都猜错了呢 如果是他的话 更好 天赐 我和我娘这二十年来 吃了多少的苦头 如果他是我爹的话 他欠我和我娘的就更多了 我才有更足的理由 把赵家的产业给夺过来 我既然是他赵如海的儿子 他就不能偏心 把那么多好处都给了赵天宇 我要夺回我应得的 是不是 我说 我家是他 他就赵家 你 他就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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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今天 我一直都赵家 我们一起来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想尽快地弥补他们 至少在我离开人世之前 能够见到他们原谅我 接受我 爹 您可千万别说这样丧气的话 您看您身子骨这么硬 肯定会长命百岁的 您放心 您一定会跟李伯母他们团聚 我马上就去办 好 刚才我在院子里面听得清清楚楚的 绝对不会有错 大少奶奶 事情就是这样 想不到 爹还留了这么一笔风流烂账 这回照下又有好戏看 爹 就是这里 谁呀 玉琪 李伯母 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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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开门哪 你不想见我吗 这么多年了 你一点都不想见我吗 小梅 爹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回去吧 爹 也许她还没准备好要见我 别逼她了 李伯母 伯母 伯母 爹她老人家不顾有病在身 她只想跟您见一面 您就是这么忍心把她拒绝在门外吗 伯母 您把门打开 跟爹见一面吧 伯母 岂子 伯母 伯母 这是 姑娘 你醒了 老头子快来啊 他醒了 姑娘 你醒了 醒了就好啊 这是哪儿了 我们家老头子在山坡下 看见你一个人晕倒在那儿 就把你背回来了 不过 是不是我的孩子 你流产了 孩子 没了 我的孩子 我的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没了 为什么 这是我和如海唯一的骨肉 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姑娘 你不要太难过 孩子没了 你以后再有啊 不可能 再也不可能了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怎么活下去 不哭不哭 你是谁家的孩子 父母怎么这么狠心 把你留在这儿了 不哭 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 我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让他忘松了性命 我不能 我不能 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 让你也忘松了性命 这是您赐点我的吗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把他养育成人 您 既然 您是老天爷赐给我的 您 就教李天赐吧 好吗 天赐 原来天赐不是我的儿子 爹 伯母 你们二位慢慢聊 原本 我准备把这个秘密 一直埋在心底一辈子 谁也不讲 又不想你误认为天赐 是你的儿子 所以我只好讲出来 对不起 当年 我实在是保不住孩子 直到事实 你一定很难过吧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那时候 我一刻都不应该离开你 要是我没离开你 也许 今天全都不一样 过去了 都过去了 你怪我吗 没有 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你 是我自己没有那个福分 留在你的身边 如果你愿意我 我想见见天赐 你要见他 我想 说他做我的意思 不知道你意思如何 这 我一定要认真 以后 在他 你 我 你 他们也是经营茶叶生意的 好像和你们还有所竞争 哪个日本人 听说叫松原 松原 我知道这个人 想不到天赐帮他做事 我听天宇提过几次这个日本人 这个人做生意 不择手段 心狠手辣 天赐怎么会帮他做事 我不知道天赐 对茶叶的生意也有兴趣 要是他愿意 让他到赵家茶园来做事吧 跟着这个日本人 就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说不定还会让人家白白利用 如海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万一有一天天赐 做出对赵家不利的事 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原谅天赐呢 天赐 做了什么事 没 没有 我是说万一 毕竟都是做茶叶生意的 还是对手 你想的太多了 就算真有那么一天 我相信也不会是天赐的本意的 能不能够理好吗 小让一 走 快走 不 美 习 我 以为你们 你 你这儿来了 别怪你娘 是我求她让我接你 我想跟你谈一谈行吗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天赐 看在娘的面上 跟你赵伯伯谈一次吧 别死了 别死不要 别死了 我答应过爹不能说 您喝点汤吧 你们全都知道是不是 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每个是赵如海 在下就是 等等 是 你们干什么 走 什么 他只是一个老人 你要对付就对付我吧 我根本就没有做错任何事 何必要赎罪呢 如果不是天宁 谁来的乱 谁安排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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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安排风铃 谁安排风铃 谁让该来的来 该去的去 谁让一切都留痕迹 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 被回忆苦苦相比 谁说离开就可以忘记 谁说距离能充当回忆 如果爱只是一场幻境 终是说服不了自己 爱过恨过 伤过痛过 我愿是那个忘情的人 不再为心所困 我愿是那个无情的人 为自己保留疾风 总是喝过忘情的水 你认识夜夜相思梦一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